对很多国家的女孩而言 嫁入王室是一件光宗耀祖 梦寐以求的喜事 但日本女性却不这么觉得 据统计 她们有74%的女性 根本不想成为皇妃 因为她们有一个活生生的前车之剑 一位被称为最惨平民皇后的女人 她本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富三代 25岁不幸迈错一步嫁入皇室 从此被婆婆整整折磨了41年 言语攻击 设计陷害 派人监视 这些古代后宫才有的攻心计 她全都体验了一遍 不止如此 她还被折磨得崩溃 抑郁 甚至连孩子都没了 住院后少了一根肋骨 一年内报收二十几斤 她嫁入皇室后 到底经历了多少磨难坎坷 明明都是女人 婆婆为何要如此难为她 尝尽了辛酸苦楚 后来的她又拥有了怎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亚洲版戴安娜 现日本上皇后美智子 美智子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富裕家庭 她的祖父是企业家 父亲是商业巨头 叔叔伯伯是大学校长和地质学教授 毫无疑问 美智子出生在这种名门望族是非常幸运的 哪怕比不上贵族 但也算鹤立鸡群 不过相比于家世背景 美智子的成长经历才是真正的亮点 她的学习成绩总是班级前茅 而且她还热心学校活动 担任过多年的学生会会长 对待同学丝毫没有架子 待人和蔼可亲 有朝气 美智子的高中班主任曾这么评价过 她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 没有缺点 就是她最大的缺点 如此优秀的女子身边的追求者自然数不胜数 从九州岛到北海道 从松江到东京 全国范围内有非常多的名门子弟 都曾追求过这个完美女孩 但即便如此 美智子的心扉却一直没敞开过 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 她的爱情种子才开始萌芽 而这个人就是名人 当时的名人是日本皇太子 老大不小的她一直被皇室催婚 虽然她也想成家 但始终找不到心仪的姑娘 不过在一场网球赛中 她对美智子一见钟情 1957年夏天 日本上流阶层在某地举办了一场网球比赛 美智子是那里的会员 所以也有参赛资格 而她的对手就是名人 在两人激烈的比拼后 名人太子输了 但他输得非常开心 因为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让着他 唯独眼前的美智子 是那么的真诚 帅真单纯 名人被美智子深深吸引 而美智子也对这个气质出众的太子 有了好感 两人赛后交换了联系方式 不久后陷入了爱河 在一段的相处后 名人提出要取美智子的想法 但却遭到了皇室的拒绝 要知道 日本皇室向来都是近亲结婚 声称是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 虽然美智子背景也不错 但毕竟没有贵族血统 不符合皇室历来规矩 而最有趣的是 不仅皇室拒绝这门婚事 就连美智子的父母也不同意 他们说 女儿身份低微 配不上皇族 想必是怕美智子嫁进去 被欺负 不过 最终在这对情侣的一再坚持下 双方父母还是松口了 1959年4月10日 名人和美智子 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庆典 当天 有五十几万的人民 上街祝福 目睹王妃的风采 有些去不了现场的人 就买电视卡 据说 在这场婚礼前后 日本的电视机销量暴涨 一个月突破200万台 并且 美智子的父母 还为女儿准备了一笔 3000万日元的嫁妆 奢侈品整整装满了三卡车 由此可见 美智子那时候有多么风光 她完成了一个灰姑娘的逆袭 但此时的美智子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她竟然选错了 她不仅没能过得更幸福 反而还把自己推进了深渊 而把美智子推入深渊的人 就是她的婆婆 她是日本人眼中最狠最恶毒的婆婆 刁难针对儿媳的方法 简直刷新三观 先是设计陷害儿媳 让美智子在大厅广众下丢脸 后来又指桑骂槐的嘲讽 侮辱儿媳的身世背景 最后索性不掩了 摊牌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美智子难堪 只要儿媳过得舒坦点 她好像就浑身难受 郁郁不得志 必须要让儿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这个婆婆 就是日本最美平民皇后 美智子的孟烟 婚后不久 美智子曾受邀出席一个记者会 当天 她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自己的手套 无奈之下 只能找工作人员随便拿了衣服 可是记者会结束后 美智子却因为这个临时手套 被贵族们狠狠地批判了一通 他们斥责美智子手套太短 没有遮住肘部 不符合王妃的礼仪 美智子在这件事上 固然有粗心大意的地方 但大部分还是婆婆搞得慰 多年后 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 当时婆婆故意把美智子的手套藏起来 再给她一副过短的 其意就是想给儿媳一个下马威 除了设计陷害 婆婆还曾指路为马的嘲讽美智子 日本每个皇室成员都有自己的徽章 一般都用植物 像美智子的长子德人用的是紫木 四子文人用的是梅花 这些植物都富有特殊的寓意和品质 但当时美智子在挑选徽章时 婆婆竟然让她用野菊 大家可别往好处想 婆婆的用意就是 想让美智子认清自己的地位 让她知道自己的血统攀不上皇室 在一系列的针对后 婆婆索性不掩了 直接暴露出自己对儿媳有多不满 某一次 皇室成员要到美国进行访问 婆婆由于年纪大了就没有去 不过根据传统 婆婆需要跟每位即将出行的亲人们握手道别 这本是一个极度温馨的场面 婆婆与美智子的握手照 必然也会被媒体拍摄下来 打破婆媳不和的谣言 可万万没想到 在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中 婆婆竟然直接跳过了美智子 她和所有人都握手了 就是不和儿媳握 这使得全场气氛一度降至冰点 每个人都呈现出一脸的黑人问号 当然了 婆婆就算再怎么德高望重 也不能无休止地欺负人 皇室成员曾劝他 不要针对皇妃 但婆婆哪里会甘心放手呢 在往后的生活中 他确实和儿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但他却派出另一个人 来代替自己的位置 慕言纯子 没想到 日本皇宫里也有一个容某某 不过他折磨人的方法 比用针扎还过分 表面上他演得用心良苦 只有皇妃做错事情了 他才会斥责凉拒 但背地里 他却变相地限制皇妃的人身自由 使出浑身解数 害得美之子抑郁流产 甚至出院时 莫名其妙少了一根肋骨 而这位升级版的容某某 就是穆野纯子 穆野纯子本是婆婆的贴身侍女 后来被调去服务美之子 教美之子皇室礼仪 在婆婆的暗中推动下 穆野纯子简直就是美之子的第二个婆婆 当美之子在公众场合发言时 他就会斥责皇妃少管闲事 当美之子与丈夫并肩行走时 他就在旁小声提醒要注意礼数 美之子在宫中待久了 想出去透透气 他却以外面不安全的理由无情拒绝 变相地限制美之子的人身自由 在长时间的身心折磨后 美之子接近崩溃 慢慢变得有点抑郁 甚至还流产过 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肋骨也少掉了一根 据悉 那一年美之子整整瘦了十公斤 出院的时候 丈夫名人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屋内有一双眼镜死死盯着自己 屋外还有多层厚实的城墙 美之子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名贵鸟 别人以为他在享福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要痛苦 但即便环境如此水深火热 美之子也没有放弃人生 在被针对的数十年中 他一直尽量坚持自己的理念 比方说 皇室向来支持奶妈喂养孩子 美之子就偏要自己来 皇室成员不允许进入厨房 美之子就偏要自己下厨做饭 皇室还曾拒绝美之子回娘家 可美之子用数日的绝食相逼 最终还是成功出门见到了父母 就这样 美之子被婆婆欺压了41年 也和传统斗争了41年 直到2000年婆婆离世 这才终于把这个长达41年的枷锁 卸了下来 涅槃重生 不过此时的美之子已经66岁了 即便获得了自由 但也只是强颜欢笑 毕竟属于她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这份自由来得太晚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虽然婆媳之间可能会有点矛盾 但为什么婆婆要折磨美之子这么久呢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这一切都和日本的传统 以及婆婆的经历有关 日本的女性地位是非常低的 嫁到婆家后 如果没生出儿子 那就很可能会被欺压 美之子的婆婆当年嫁入王室后 连生了四个女儿 她也因此被自己的婆婆欺负了很多年 这才把仇恨传给了儿媳 不过心怀宽广的美之子 却没有把这种恶习传承下去 她的长子得人结婚后 她对儿媳非常好 胜似亲女儿 这不只是因为她脾气好 更因为她知道被婆婆折磨 是一种什么感受 在很多人看来 美之子的人生是传奇 是幸运的 无论如何 毕竟嫁入皇室 保一生富贵 但大家却没有设身处地地 为美之子想过 本就是富三代的她 根本不缺物质生活 她想要的是自由 幸福和爱情 根本不是头上的皇冠 如果命运再给她一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 相信她 一定不会坐上 25岁的那辆婚车吧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 美之子的婚姻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大安代 每天来这儿 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 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